那經過三次的就醫被通報出來 那在經歷確診 今天新北市中和秀情裡有40多歲的男性確診 為登革熱的本土病例 那這個個案是在8月6號開始發定 那經過三次的就醫被通報出來 那在經歷確診 那因為他是一個冷氣裝修的人員 他主要工作裝修的地方是在新北市市指區 另外他有去公司的倉庫自台北市的文山區 那住的地方是這個新北市的中和區 所以他有關確切的感染源 目前還在做疫調當中 那不過他跟他一起的同事裡面 目前有一位也有症狀 那已經收了檢體在做檢驗當中 那這邊就呼籲大家就是針對 所以如果因為今年的靜外移路的個案非常多 那主要就是去東南亞去旅遊回來感染的 所以大家如果出國去東南亞旅遊 要特別注意訪問 那回國之後如果有任何的這個症狀的話 要告訴醫生 半年次回到中國大洋公司 評論看看